還有大家最關注的 就是今年的清明廉價有四天 預估將有大批的返鄉掃墓 還有出遊的人潮 臺鐵局今天宣布 自四月一日起到四月六號 共計有六天 全線將會加開一百一十五班列車 其中西部幹線二十九班 東部幹線一百零六班 南迴線十六班 加班車當中也包含了 東線實名制列車六班 以及樹林花蓮優惠復興號八班 三班七折紅眼列車 為了加強輸運旅客 四月一號到四月六號 將暫停發售親子車廂車票 清明廉價車票 自三月四號凌晨零十起 開放網路還有電話的語音訂票